美感城市設計 城市文化設計它有一定的背景 然後這次的美感城市設計 我们是会做一个翻译的工作坊 来讨论科技背后的资本阶级性别 还有后知名问题 那原本这本书呢 美感城市設計 它其实是一本书 然後他在英文版已經在Open House Publishing 就是中文翻成開源出版社出版了 然後近期就想要以翻譯工作坊的方式 在台灣進行出版 那為什麼選擇在台灣進行出版 其實滿重要的是 因為在香港的議題之後 其實對於台灣的網路文化討論 然後還有對於自由出版的討論 這些議題其實是滿重要的 那在這本書裡面 或者在我們的翻譯工作坊裡面 會討論哪一些問題呢 比方說像是城市本身 它比較是英美霸權的一個環境 因為比方說城市語言都是英文 或者是說在使用的邏輯上 其實都是以歐美的中心為主 那我們在討論說如何以不同的語言 尤其是台灣有各式原住民語言 或者是和諾語等等的不同的語言 那我們要怎麼樣以不同 讓這些語言都涵蓋在城市設計裡面 然後另外就是如何fork一本書 平常的時候我們可以很輕易地fork城市碼 但是一本書可不可以被fork呢 第三個問題是說 在教學的時候 我們如何讓城市設計有更多的人文關懷 另外如何就是因為我們在做城市設計的時候 其實常常都是問題解決的導向 那我們怎麼樣鼓勵各個城市設計的人 可以以一種提出問題的方式去再重新思考城市設計 那我們有主要四個方向在進行討論 第一個是說如何去解質城市設計的語言 就像剛剛第一個講的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每兩週的時候會進行工作方 第三個是在這些討論的時候 我們會鼓勵說怎麼樣進行所謂的女性主義的網路 然後讓比方說女性主義的酷兒式的這些多重身份的討論 進入到這個城市設計裡面 最後一個是在討論說在台灣如何做開源的出版 然後讓更多的人或更多的渠道可以接觸到這些書或這本書在討論的議題 那我們的team有誰呢 就是除了兩個作者 一個作者是在丹麥的胡適大學 另外一個是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network image的JOF 會進行討論之外 我自己也會在裡面當facilitator 然後目前這本書已經有翻譯到一個階段了 兩位主要的翻譯者也會在我們的team裡面 那歡迎就是一起join the board 然後可以掃這個QR code 然後裡面有可以直接加入我們的discord discussion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梓鵬 那下一個提案是code face 真的假的 那比零 對 就是坑主可以在這邊拿一個坑主背章 那等一下大家就是可以注意到有坑主背章